-!!! Mi 我現在在打包快遍 我賣東西 你們聽說過日本的 漸語 例如《鱸魚》 類似是中國的咸魚 然後我就賣... 我自己不需要的東西 我就給你們看看 日本人怎么打包快递 我先这个擦干净 虽然是全新的 但是还是把它擦干净 我就用 这个不吉不吉怎么说 中文怎么说 泡泡吗 日文的话是不吉不吉 这个很厚 这个不吉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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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吉不吉 这个不吉不吉 马上就好啊 好 然后我就写了一张信 上面说谢谢这次购买 我就把它贴上去 好 完美 不好意思 OK不好意思 就等了啊 我前几天呢 用了咸语 我人在日本 但是我有很想要的东西 我先把它寄到我朋友那里 我到现在呢 咸语的话我用过十次左右 我基本上都是买的 但是我也卖过东西 冰箱啊 我电视机也卖过 反正我到现在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 我之前的交易都是蛮愉快的 但这次呢 我就跟你们分享哦 有点让我气 我买了那个布置用品吧 放在家里的 我就提不能说什么东西 我怕你们会查到 反正这个东西呢 在日本卖的比较贵 在咸语上的话大概是三分之一到 可能是五分之一的价格 然后呢有很多款式和颜色的 我就自己选了我喜欢的款式 我买了五个 再加上在同一个卖家那边 我买了五瓶香薰油吧 那个时候卖家还挺好的 也给我优惠一共是六百块 我就拍下了 我就怕他搞错颜色 所以我就特地给他带图看 我就想要这个颜色 他说好的 过几天我就收到了通知 卖家发货了 这个时候卖家跟我说 我拍下的一个款式已经售完 已经换成其他的了 我就觉得已经气出去了 才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 我就说那个款式 但是我一下说A款式好了 A款式 这个是我最想要的 然后他说 好的 我看看能不能追回 然后他又说 另外 香薰油也有部分售完 我拍的两种 换成其他的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有点无语 寄出去前跟我说 完全没有问题 我还可以选其他颜色 或者是我可以申请退款 都可以是不是 不过毕竟 我也这么便宜买到了 我也不好意思骂他 反正他再说能不能追回 我就先等他 怎么处理吧 后来呢一直没有消息 我就问他了 我要的A款式 你追回了吗 他就说一句 A款式已发 我就没清楚他说的意思 是给我补发了 还是发给其他人去了 我就跟他说 是补发了吗 有运当号吗 他说 都一起发了 你看看A款式没有了 但发了一个最接近的B款式 都在一起 我就看不懂他的意思 一会说A款式发了 一会说A款式没有 我实在听不懂 最后他说 如果你不喜欢 你可以退给我 不过用费需要你自己承担 我想说你的任务很简单 就给我发我拍的东西 是不是 如果你自己正常发货 不会有任何问题 是你随便换了款式 现在说退货的话 要我承担运费 我实在很气知道吗 我虽然在这边很便宜买到了 但是我不愉快呀 后来我让朋友看看 他到底发了什么款式 当然A款式是没有的 我不知道他换成什么款式 我照片里面看不清 然后那个香薰油也被换成其他味道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又给我免费送了两瓶香薰油 我就 我就看到这个 我算了算了 我随便了 烦死了 我就这样吧 我特别不喜欢跟别人吵 我就算了 虽然款式也不一样 味道也不一样 但他也给我优惠了 又算了几个东西 我说算了算了算了 开心最重要 我就算了 不想再跟他说话 我就很想问大家 这个在中国是正常吗 发货然后才说款式换掉了 虽然我在这边便宜买到了 但我也付了600呀 我觉得有点过分吧 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看法 毕竟我是个日本人 可能跟你们想法不一样 我之前发的视频里面讲过一点 中日消费者地位的区别 你们应该知道日本的服务很好 我在日本也经常用类似闲语的APP 我有几百个交易 我几乎没有遇到过不愉快的交易 因为日本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习惯 我想让你们知道 日本人真的会考虑到别人的 可能你们在想 日本把消费者当成神啊 当然对消费者有礼貌的呀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前几天呢 我爸爸换了家里的洗衣机 旧的其实没有毛病 可以用的 就是有点牢了嘛 但是扔掉也有点心疼嘛 所以我们就把它挂在网上 免费送别人 就需要的人来我家取 立刻有人联系我们了 然后明天来取 你们知道我爸爸妈妈和我三个做了些什么吗 我们三个拼命把它擦干净 看看有没有脏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毛病 我们没有收任何钱 就免费送别人 但还是尽量让别人开心 即使是陌生人 后来一个男生过来娶了 他也开心 我们也开心 为了别人开心一点 舒服一点 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做 这个是大部分日本人的习惯 我说了我在日本经常用类似闲语的APP嘛 我经常感觉到别人的好心和怎么说呢 就是温暖心吧 我前一段时间给老George买了一件衣服 问问卖家衣服的谁做什么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稍微聊起来了 我们家老George的事嘛 卖家说这件衣服 能到您这样的人那里去 他肯定是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就是怎么说呢 买东西确实是把钱换成东西 很多人可能觉得 你收到钱 我收到东西就完事 但在日本 可以感觉到更多的东西 不只是东西和钱这样干巴巴的东西 你会感觉到人的温暖心 包装也一般非常的细心 两个人沟通的时候也是互相尊重 我今天想说的内容是很简单 我就希望更多人稍微考虑到别人 考虑到其他人 即使是对陌生人 其实我不只是对中国人说的 我想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说 包括我去过的美国加拿大 比如说我去那边超市 但是我看到很多很多手推车 直接随便人在停车场那里 在日本的话每个人都会把它推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在加拿大的公园里 我不小心把我手机调到池塘里面 打电话给公园的管理人 他们说确认一下情况 不管是怎样肯定会回电给你的 后来没有人回电给我 我再打过去 他们又说一定会回电的 我又没收到任何回电 我知道这个本身就是我的问题 只能怪我自己 但是做不到的事为什么答应呢 我就傻乎乎的一直等电话 你考虑过我的心情吗 再举个例子吧 我在中国上公共厕所 我看到好几次马桶上面都是湿的 这样下一个人来用 他会觉得多恶心啊 在日本会发生这种事吗 不会的 我很有自信的可以说 我知道陆山随时 我在国外我应该包容 我当然不能要求国外跟日本一样好 所以不要误会 我不是在抱怨 我只是在讲事实 我只是想分享日本人的一个很好的习惯 来让你们知道 如果每个人都稍微考虑到别人 那事业会变得更好呀 更多人会觉得 哇你国家这么好 是不是 OK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 我的性格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当然我也会考虑到自己的讲话方式 我尽量不要让别人不开心 但我肯定不会装的 每次我自己感受到的感觉到的 我就用尽量有礼貌的方式去跟你们分享 有时候我说话对中国人来说很好听 有时候可能不太好听 我发现我说不好听的话 我就被骂 很多人跟我说 欸你滚出去中国 我说好听的话 有人开始说 欸你要说真心话呀 你不用赞美中国 每个国家都有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 我再说我感觉到的真心话 我就分享给你们而已 我觉得值得夸的我去夸 我觉得值得批评的我去批评 当然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我也不介意别人批评我 这样有时候我也可以知道不同角度的看法 我也会感谢的 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中文毕竟不是我的母语 我也无法表达我的百分之一百的想法 反正我希望你们把我视频当成国际交流的机会吧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我的评论区都是开放的 alright you can leave a comment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or Japanese of course so we can discuss this topic right George? 啊我英文不是很好啊 我只是会一点点 ah hello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f you think I'm handsome please give me a thumbs up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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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